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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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hout it for you For better or worse, every day we see the sunshine You know that how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For show my heart, we stand with you everything 余生俱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着梦的一刻,用快乐的爱寂寞 一幻想擦肩而过,却在现实中颠簸 试着用自信的态度,不会再陷入窘窃的漩涡 谁把你出错少了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谁的灵魂已冲赞了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情感受,晴云的不光被封离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的触摸 谁把你出错少了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期待了万一种,满了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去感受,幸运的不光被附和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的触摸 我真是可悲,亲妹妹竟然勾引我的男人 我求你别再说了,我偏要说,有其母不有其女 你跟你妈一样,是个专抢别人男人的贱祸 你,你你干涉我吗 跟你没完 放开 你们怎么,别打了,别打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哭了 你这个贱女人,别装亲唇了 别再说了,你闹够了没有 我在闹,是他勾引你上床的 你还坦货这个电货 你打我 对不起 我不是有力的 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再怎么认识你都没有打过我 你居然为了他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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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月 woman 月婚 你怎么了 出去 我不许你进我家 玉环 不得武林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 我讨厌他 我讨厌蓝轩儿 讨厌他们一家人 玉环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蓝轩儿发信息给达明 还说了一些勾引达明的话 达明半夜去找蓝轩儿 跟他到酒店 跟蓝轩儿那个贱女人上床 我一直在意 蓝轩儿竟然得寸矜持 冠冕堂皇地去达明的拍戏现场 故意让我难看 我找他理论 结果 他竟然像疯子一样打我 什么 你们姐妹俩就这么打起来了 你闭嘴 我没有这种妹妹 我没有这种 公姻姐姐男人上床的妹妹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快要疯了 蓝轩儿 为什么会那么贱 爸 他为什么要勾引我的男朋友 玉环 你就别再说了 你爸爸有心脏病 别碰我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我恨不得蓝轩儿被车做死 你闭嘴 叶老二 叶老二 快 第一个丑体的女儿啊 你别激动 来来来 先躺下 来 来来来 躺这 玉环 你还不倒点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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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二 叶老二 快去叫救护车 叶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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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倒 叶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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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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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抢救室 有人心惊梗 快 达明 很抱歉 造成你拍摄现场的困扰 我真的不敢来 没事 我会找机会安慰她的 我会找机会安慰她的 喂 爸 什么 心机梗塞 我已经把她送到医院急救了 玄儿啊 无论如何 你都必须来一趟 她是你亲生父亲 她现在情况危急呀 好 有什么事啊 严玉环的父亲 突然心机梗塞 我现在马上要赶到医院去 别着急 我送你 导演 严玉环父亲在医院抢救 我想请几个小时的假 好吧 那快去快回吧 谢谢导演 走吧 我这部电影再拍啊 都快拍成灾难片了 我们已经帮她注射了 酵酸甘油境外点滴 这样帮助她 冠状动脉恢复血液流动 急性心肌梗塞病人 在发病后四小时内 产生心事颤动 猝死的危险性是最大 严先生幸好 你及时的抢救和正确的护理 这对急性心肌梗塞病人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是啊 因为我母亲有这个病史 所以我很了解 很好 那你应该知道 病人现在绝对不宜情绪激动 这样导致心律跳动不齐 引起冠状动脉血流中断 引起心肌急性 严重性的缺血 导致心肌缺血性坏死 我会安排护士 24小时来帮她做护理 你们先到住院处 办一下入院手续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好 谢谢 小李 五分钟后养气药可以拿下来了 是 玉环 医生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以后千万不要让你爸爸情绪再受刺激了 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下楼去办手续 老爷 严老二 没事了 你放轻松一点 请去别太激动 小姐 请问有个家盐刚的病人 他在哪个房间 请问你说的是哪个盐 是 我爸爸在508病房 谢谢 伯父的病情如何 幸好抢救及时 暂时稳定了 还要留院观察 我去办住院手续 那好 我们先上楼了 走吧 你好小姐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边 这边 幸亏你在啊 要不然 要不然我这条老名 就没了 严老二啊 别说这种话了 吉人自有天相了 你要放轻松一点 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事情 来 来 轻松一点 别太激动 啊 显儿 或许是 命中注定 要我遭受这次磨难 你敢打明的事 不管 是否真的像玉环说的那样 我都不会责怪你 显儿 我只希望你明白 你跟玉环是亲姐妹 千万不要因为小事 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那会让我痛心难过 玉环被我宠坏了 她脾气刚烈 向她骂 不管你跟大明如何发展 都不要再去刺激她的情绪 我等于她会做出傻事 大明 伯父 您请说 或许 我们眼家 上辈子欠了你的情宅 我的两个宝贝女儿 先后都爱上你 我不知道 你最后选择的是谁 我只请你记住一点 永远都不要去伤害她们 深思熟虑 处理好 你跟她们的情感 叶老二 别说了 休息一会儿 一目养神 大明 我跟你说几句话 大明啊 刚和严董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目前最关键的是 你要处理好 和她们姐妹俩 情感的矛盾 你没看到 玉环刚刚那种 歇斯底里 近似疯狂的举动吗 我看严董 不能再受到任何刺激了 是 我理解 我知道你喜欢我们家宣儿 可是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而不是激情 你如果再刺激到玉环的话 我很担心 她会做出什么 不理性的举动 甚至于 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那就无法弥补了 会造成永久的遗憾 这对严董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大明 你快回去吧 导演 还有整个剧组都在等你呢 也好 那我先走了 您费心了 你走吧 这里我会处理的 嗨 你来干什么 刘备都能三顾茅庐去邀请诸葛亮 我为什么不能呢 只要是有权力的人 我就有自信 打动他们的心 我不是诸葛亮 你走吧 嗯 我也不是刘备啊 我来吃个面总可以了吧 服务员 想吃什么 自己看吧 哎呀 你这不是待客之道吧 你根本就不是来吃面 哎 对了 那首刘大明的新歌练得怎么样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装算了 刘大明除了能找你帮忙 还能找谁啊 你今天来 就是跟我说这些 我希望 你能够跟我签约 怎么 不相信我能把你捧红 能不能红 不是我关心的事 啊 你现在只关心全国总冠军嘛 可万一败了 你怎么办呢 跟我签约啊 这倒可以考虑 就这么定了 你拿到总冠军 我恭喜你可以获得总奖金一百万 如果你败了 我拿一百万签约金来 我们签五年合同 真的 太好了 不拿到总冠军 也可以拿到一百万 弟妹啊 你说的太对了 弟妹 兄弟 给句话吧 好 如果我落败了 我就和你签约 好 搭桥手术 这种手术顾名思义 就是将狭窄冠状动脉的远端 与您的主动脉连接起来 学名叫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树 也就是将主动脉的动脉血 也就是说把充满血的主动脉和缺血的心肌之间 建立起一条畅通的通路 也就是像在心脏上搭起一条桥梁 俗称搭桥手术 医生请问你啊 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 不会再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呢 是的 什么时候动手术 还是等病情稳定后再动手术比较好 那这种手术会不会有危险 目前搭桥手术呢 在我国医疗界已经非常成熟了 好 那就好 那你们聊 我先走了 医生 谢谢啊 谢谢你啊 老爷 你都忙了一天了 辛苦你了 哎呀 没什么 我没事了 你跟轩儿 先回去吧 放心 我在这里照顾我爸爸 那好吧 玉环 明天一早 我们再来接替你 辛苦你了 嗯 大明 当你收到这封信 我已经离开上海了 受玉环激烈化的刺激 引发了爸爸结醒心肌梗刺 送医院急救 这让我深感迁就 我从此又想 痛苦地下了决心离开上海 至少我都离开 玉环的情绪不会失控 我爸爸的病情不会恶化 唯独我可能会伤害到的 受害的人 也许你会认为我这么做很绝境 难道伤害 没有值得我眷恋的人吗 不 大明 你是我眷恋 而舍不得离开的人 红波 帮我把信交给他们 好的 那你保重 当年 我爱你有错误 事实上 我更愿意叫你关羽 我叫关羽 关公的关 渔夫的渔 你是我在茫茫上海 第一个认识的朋友 也是我最爱的人 当你第一次告诉我 我是你的初恋女友 我受处若惊 至今都忘不了感动地拥抱你的亲戚 当你在机场告诉我真相 我心情入口 我一再告诉自己 我没有去抢姐姐的男人 我接受的是达明面孔 却有着同样灵魂的你 她几次想告诉我姐这残酷的事实 但却说不出口 我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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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姐知道这天大的变化 能否成熟 所以我决定离开 决定原来我的不告而别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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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开工吗 要啊 我再等达明 达明他怎么回事啊 他要去哪儿 我想 他可能敢去机场 难道说 熊儿要离开上海 没错 林总前留了一封信 要我转交给达明 颜小姐 我走了 先到现场跟导演去解释 奇怪 他怎么突然走了 我 想起来 我 可能 想起来 我 我 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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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戏现场 面对我姐姐严厉的指控 我无法编辑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真的误会我了 好几次 我都想告诉她 真心的爱的那个刘胎 已经从你身上消失 变成了灭国打工的官员 我说 你怎么老干这种傻事 还有人这样戴围巾的吗 而且 还跟哈尼日久生气 那她该怎么办 不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那个干水哥官员 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什么干水哥官员 脾气跟刘达明一样臭 被我一击就答应了 关于非常有实力 拿到全国总冠军 但是把他拉下马路败 那简单一句话搞定 从评审委员下手 告诉我 蓝薛儿的信是真的吗 你快说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车祸以后 杨过忠在医院辨认身份的时候弄错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有太多巧合了 之前 我不小心撞到关于 把他的衬衫弄破了 我不耐烦地 把身上的阿玛尼西装赔给他 跟他互换了衣服 后来因为赔偿费 他不相信我给他的金融卡 结果互换身份证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同时被车撞了 天哪 后来我有问过 跟杨过忠一起去医院的阿牛 他说 当时我们两个人的脸是血肉模糊 根本无法辨识 杨过忠看到穿气壮的他 他就认定 那个人是我 结果我跟杨过忠想尽办法 找到了国内外的整形专家 把他整成了刘达明 是这样吗 过程怎么样我不知道 等我逐渐恢复记忆的时候 我已经在面馆里面工作一段时间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好难接受 你变成现在这张陌生的脸 我当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 我几乎有想死的念头 那你为什么甘心在面馆里打工 我觉得 能体验另外一种灿烂生活 没有什么不好的 杨过忠那个老狐狸 应该早就开始怀疑了吧 是的 他发现你帮他代唱 就怀疑当初在医院是否弄错了 千万别告诉他 我还怕他趁机勒索 伤害到达明 虽然我已经没法回头了 但我希望 他能给观众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可是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 我喜欢他 他是个正直又善良的人 你能够再抱抱我吗 虽然会感觉很怪 但我想找回那种熟悉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刘达明 对蓝轩儿的感情那么善良 你还要记和你妹妹的蓝轩儿 那你还爱那个达明 大明啊 在你过来之前 我接到轩儿的电话 他说 他已经在重庆外婆家了 他不肯接我的电话 你先别想这么多吧 传到桥头自然直 我想这样也好 一个玉环先冷静下来 你把你所有的心思啊 别放在感情上 先放在工作上 我听轩儿说 你最近又忙着拍电影 要录音过账片 还有要抽空去当评委 不是吗 先做好这些事 其他的别多想 知道了 谢谢你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回锅肉 谢谢外婆 来 多吃点啊 轩儿啊 我听说你找到你爸爸了 哎呦 外婆这开心呢 他对你好吗 这就好 这就好 这就好啊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 轩儿啊 我在那报纸上看到 你和那个大明星 刘达明的花边新闻了 哎呦 那是吵得不得了啊 沸沸扬扬的 他那么喜欢你 有没有跟你提结婚的事啊 轩儿 这男女之间的事啊 恋爱是一时 结婚才是一辈子的 唉 当初你妈跟你爸爸 那感情是好得不得了了 爱得死去活来的 可是又怎么样呢 结果啊 你爸爸结婚的那个女人 打上门来了 无奈呀 你爸就被带回上海去了 唉 这回好了 你呢 也找到你爸爸了 也认祖归宗了 有机会呢 带着你爸爸 到你妈妈的坟上 去拜计一下啊 跟他呢 说说这些事 这也是你妈 对你一辈子的期望 所以外婆要问 那个刘达明 有没有对你提结婚的事 外婆啊 是怕你不你妈妈的后尘 到头来 郁郁寡欢一辈子 自己呢 独自辛苦流泪 来 快吃吧 外婆也吃 来来来 吃吧 达明 你在想什么 我看到蓝轩儿 给你写的信呢 原来 信是你拿走的 我去找关于 问他事情的真相 现在蓝轩儿 对我动感情的原因 你都明白了吧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无法 接受这个事实 下午我在公园 尝试地告诉自己 眼前的关于 就是过去 我深深爱着的人 当我抱着他的时候 没有任何激情 和一丝的温暖 我脑海里面 全都是你 虽然我明白 过去的达明 已经从你身上消失 狂妄潇洒 而自我的刘达明 已经转换成 谦虚有离 热情洋溢 阳光善良的你 完全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曾经让我迷茫 但却让我更加着迷 深深地爱着你 明白真相时 我就反复地问我自己 一直以来 我深深爱着的人 到底是过去的 刘达明 还是 现在的关于 答案让我很痛苦 我还是深深地 爱着你 从未改变 达明 我该怎么办 我好痛苦 过去因为蓝薛二的介入 让我痛苦难受 我绝对无法容忍别的女人 跟我分享你的感情 而现在痛苦的是 我怕我会失去你 永远地失去你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愿意跟妹妹 一起分享你的爱情 共度生活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知道这是很幼稚的想法 我太痛苦了 我真的好爱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害怕失去你的恐惧 压得我快要疯了 我真的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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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哈尼 我箱子里的衣服呢 你都搬到我房间了 我把你的衣服 我都挂在衣柜里了 我去洗澡了 我去洗澡了 你的是什么 笨蛋你没吃过糖葫芦啊 没有好吃吗 喂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子 王子你漫画书卡通片看的太多了 才不是呢 中国说要找人家我唱歌跳舞 将来像个王子一样 受大家的喜欢拥戴 你懂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哈尼 你也可以叫我小公主啊 为什么呀 因为王子都喜欢小公主的 你连这个都不懂啊 小公主让王子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就没了 要不等一下我让中国帮我们拍照送给你 好不好 好你说的大公主 好你说的大公主 哎王子走了回去练歌 走了 东哥我答应他一起拍照送给他 你帮我们拍好吗 啊不行 这底片很贵的也很难找的 不拍我就不去练唱歌 你不去 不去我送你回孤儿院 你将来就别想做王子了 走 不 我不管 我要和小公主拍照 哎呀好了好了 陪一场啊 笑一个 天哪 原来他就是小公主 关羽 在干什么呢 在看你小时候的照片 小丑丫头有什么好看的 不会啊 我感觉 你就像小公主一样可爱 亲爱的 明天就要唱歌比赛了 早点休息吧 干嘛总怎么看着我 我喜欢看你啊 小公主 今晚嘴巴怎么这么甜啊 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啊 你在说什么 今天 我看见你在公园抱着颜与环 把他抱得好紧 把我看得都快气死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 没话说了吧 你偷偷跟着我是吧 对啊 我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总是三番两次来找你啊 人家之前都快跟刘达明订婚了 刘达明又对你那么好 你不能这么亲热的抱着人家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曾经跟颜与环好过 嗯 啊 关于 你太过分了 说 你跟他好到什么程度 你什么意思啊 阿姨 就是 有没有上个床 哦 什么 关于 我看错了你了 三天不跟你说话 你说真的 睡觉 我是刘达明 我这样有错吗 哼 你唱再多他的歌 也成不了刘达明 哈尼 哈尼 我跟你说 天啊 达明我好开心 我我我我居然是刘达明的女朋友 有人说问话说那么大声吗 我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居然跟我的偶像睡在同一张床上 而且还 好 燕董 来 坐 谢谢 我宣布 在我住院治疗 动手术这段时间 有 严刚 代理公司董事长职务 有总经理 全面配合公司的运作 是 严老二 我十分惶恐啊 阿爷 我这条命 都是你给的 咱兄弟什么也别说 你就 放手大胆地干吧 我一定不辱使命 严董 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 祝您早日康复 谢谢 有玉环 不然还有护士在 大家去回公司吧 是 是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快乐男生经过前一段时间非常鸡肋的刺杀 那么经过了淘汰赛 晋级赛 现在只剩下了六位选手 他们分别是 齐飞 跟雷人 人山 杨建平 刘春风 以及现在网络上呼声最高的 关羽 那我们就有请当今在中国歌坛 最具人气的天王巨星 刘达明先生 对我们的快乐男生进行一个简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刘达明 这次参加歌唱比赛的选手们 水平普遍都非常高 怒死垂首很难决定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一样 都非常地期待总冠军的诞生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刘达明先生 对我们快乐男生能有那么高的评价 好 现在激烈的厮杀 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晚上 我们将会决出 三名选手 就是说有三个人 会被淘汰 那么另外三个人 将会在下一周有幸参加 快乐男生的冠军的争夺 那么今天晚上第一个出场的将会是人气最高的 关羽 关羽 女士们 先生们 三位尊敬的评委老师 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十八号选手 关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深 留我依然在初见的目的地 翻着雨里 过黑阴晴 往事里的爱心却又不曾提及 你的信息不愿删去 太过沉溺在沉溺你的气息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下安保 用力刻想念的深处 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可重温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下安保 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 每一首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可重温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还在我心里 看随着我每次孤单的呼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是错意 真是错意 用于这节目的尽体 停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